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长的是一个小朋友 有一阵没放小孩 也不算太小 好像是十一二岁一个小姑娘 两个耳朵都是有点问题 这个是她的右耳 外耳道有一些阻塞的叮咛 用中耳小显微钱给她先一点点拿出来 可以看到外耳道呢 有些肿胀啊 骨膜表面呢 有一些散在的叮咛碎屑 清理干净啊 看着看骨膜没有问题啊 这个啊 刚才说的骨膜表面是一些真菌啊 一些点状的这个白色的小的真菌 后期呢 使用这个碳酸青塔第二剂去清洗 因为孩子比较小 而且外耳道有点肿 这个棉签涂的这个碱性药物不太容易进去啊 只是另外一侧啊 外耳道有这种干性的叮咛块 小钳子伸进去夹 这个孩子的耳道狭窄啊 我们的中耳鲜微器械啊 有点施展不开啊 小钳子一夹就往回跑 没有勾针啊 进去 这个孩子有点 这比较大了啊 他比较能够稳定的配合 如果再小的孩子轻易是不敢用这个叮咛 小钩子勾住啊 先挑出一点来 然后再上小钳子 一家头上碎了 又缩回去了 重新再换叮咛勾啊 上去把它勾住啊 再一点点 这个不太敢使劲 因为毕竟是孩子 对耳朵刺激的这种忍耐程度啊 但是不如承认 先多给它K出来一点啊 这样加的时候好加一点 好 中耳的小夹子 夹住 在儿童的叮咛里啊 这个算是 提及比较大的 小钳子 边上挨点碎渣啊 小钳子 边上挨点碎渣啊 小钳子进去 好 已经可以看见骨膜了啊 骨膜是正常 好 这个今天加一个好玩的啊 再试这个 新的视频编辑软件啊 大家先看看怎么回事啊 以前我说过这个事啊 也是有 我忘了是哪个老铁啊 先提出来的 这是一个干片啊 但是 操作完全是把原来的这个视频是 正常的视频是倒过来放啊 当时有这个老铁说 想看看这个倒过来什么效果啊 以前的那个视频编辑软件达不到 今天特意挑了一小段啊 这看上去也挺有意思啊 一点点把干片再重新放回去码平啊 实际上是视频是倒着的啊 这个 是从一个干片用一点点K出来以后的 那如果不说 这个从画面上应该是看不出问题的 视频速度加快了啊 因为这个 特意为了节省点时间 因为这个新的视频编辑软件处理出来特别大 几分钟就上季的这个 上一季的这个视频容量 一点点铝屏啊 这个倒放 看上去是有点意思啊 感觉隔着前面有东西粘住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